来到大丘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新陈哲林 后面呢有什么呢 细节请由当地的王宏导 又给介绍母亲节 好请说开始 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在我们的大丘岛的大丘大王 来各位看一下我们大丘大王 好很近 我们的白马大王大丘大王 在我们闽东西啊 这个信仰当中 以我们这个白马尊王为主啊 但是呢 这个大丘大王有很多种含义啊 我们以大丘大王来讲 白马大王跟大丘大王分别在哪边呢 我们就好像台湾一样 台湾是不是有各地有城隍 对 有城 有城隍也 有黄就是护城和城隍 那马祖这边的话 有所谓的本境大王 那本境大王通常都在哪里 都在我们的港区的位置 那现在呢 港区的位置呢 在修缮以后呢 就往上移动啊 那曾经有一段故事 就是讲述着我们的这边 有一位姑娘呢 她即将成年 满上满十六岁的成年 有一天呢 经过的时候呢 就回去就跟妈妈说 妈妈 这个大丘大王对我笑 没有多久 我们这位姑娘就 往生了 结果呢 就是我们大丘大王 变成我们的夫人了 所以各位呢 等一下呢 可以进入我们 这个宫庙呢 来看 我们的大丘大王 跟我们的大丘大王的夫人 都在我们 乡案之上 为所有的大丘的居民呢 来保护 来景仰 那有机会呢 欢迎各位呢 来大丘 除了看梅花路之外 要记得了解大丘的过去 现在跟未来 欢迎大家 记得坐错船 就是回不去的哦 所以你来坐哪一艘船 回去就要坐哪一艘船 我们看码头 有几艘船 五艘船 后面呢 六七 六七艘 所以呢 来坐哪一艘 回去就要坐哪一艘 不然你就要留在 我们的大丘岛 与梅花路 所以总而言之的话 在大丘岛有三个大王 白马大王 大丘大王 以及本镜大王的部分 来这个是白马尊王庙里面的部分 那你看这个是中卫排长 简昆臣 还有同比官兵 一起进镇的部分 威灵显赫 神威显赫 护国宝明 土地公爷爷 非常的古色古香 大丘的一个宗教信仰的部分 白马尊王庙 我看到中间右手边的一个 也是小白马 OK 先告一段落了 2021年的5月9号